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3-1 課本細題第五題 這題給大家聊得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所以你要仔細聽老師怎麼去分析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矩陣 做了列預算之後會變成它 請問這個A啊 這個B啊 B在哪裡 B在這裡 還有這個C 到底能多少對不對 他要求ABC 好,那有些同學就很認真啊 他就說,老師我知道 我把第一列乘乎2加到第二列 把第一列乘乎3加到第三列 想盡一切辦法 把這個矩陣變成這個矩陣 這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可是這樣子做 其實有一點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地方有ABC嘛 是不是有位置數 你在這裡做列運算的時候 你這裡會出現一大堆位置數 出現一大堆位置數 最後再去減那個ABC啊 實在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對不對 好,那也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反過來做列運算 因為列運算它這個是可逆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邊做過來 當然可以 當然也可以透過列運算 把右邊這個矩陣 把它還原成這個矩陣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我會囉 我現在把這個第一列乘2倍加到第二列 把第一列乘3倍加到這個第三列 有沒有 好 想辦法讓這個矩陣變成這個矩陣 可是這樣子做 也是很麻煩 對不對 因為你看嘛 你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最後又要讓這裡是-2 要滿足題目的要求 感覺不管你從左邊做到右邊 或者從右邊做到左邊 因為列運算是可逆對不對 它可以反向的做一個操作 用從右邊做回來左邊 事實上好像都不容易 那我們就想說 那怎麼辦呢 這個題目 其實同學 我們這個單元 為什麼要學列運算 因為 我們是透過列運算來幫我們做什麼動作 解連立方程組 所以它每一個真光矩陣 它都會對應到某一個 那個連立方程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動作 我們把它還原 把這個東西看成是一個真光矩陣 把它還原成所謂的連立方程組 還原之後 來教學你跟著我寫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 x-2倍的y 加上a倍的v 會檔多少 會檔5 可以 跟老師一起寫 好 那這個第二列 這個叫做2倍的x 加上b倍的y 再減掉3倍的v 來會等多少 負3 那這個東西會變成3倍的x 減掉y 加上2倍的v 是不是會等c 可以嗎 它所對應的方程組是這個 那我們來看看 它做了列運算 列運算就是加減消去法 對不對 我課堂上講過 列運算就是在做加減消去法 把這個東西 做了加減消去法之後 它最後會變成這個結果 好這個結果 我們把它寫出來 這個叫做x檔多少 x檔1 來這個叫y檔多少 y檔1 這個叫做z檔多少 z檔2 有嗎 那同學你告訴我們 這個連列方程組 他做了加減消去法之後 我們可以解除它的syv 叫做112 這個題目要問什麼呢 這個題目不是問你abc是誰嗎 你就把112怎麼樣 把它帶進去這個地方嗎 對不對 你的abc 就可以解出來了 懂我的意思嗎 112是這個連列方程組的解 帶進去一定會省力 你把它帶回去之後 事實上 這個a 這個b 這個c 是不是就全部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題目採這樣子的一個觀點來做處理 其實會怎麼樣 會比較簡單 好所以同學你這裡跟老師一起寫 我們現在就真的把它帶回去 112就帶回去 這裡變成 1減掉多少 2 來z等於2帶進去 這裡加2倍的a 等於5 太棒了 來同學我們馬上把這個a解除了 a解除了是多少 這裡是-11過來是6 好2a等於6 所以a檔多少 3 沒有問題 112來帶入第二個 方程式 來他變成2 加上b 來2帶進去 減多少 減6 會等於 來-3 好所以從這邊 2減6 這是-4嘛 -4一過去變加4 4減3 所以馬上看出來 這個b檔多少 1 b是不是檔1 123等於6 來112 我們再帶入第三個式子 我們發現3 減掉1 再加上4 是不是會檔1c 那我們的c 不就馬上出現了嗎 來3加4 7-1 所以c檔多少 c是不是檔6 同學這樣子 用一種逆向思考的觀點 就是 你把它還原成方程組 去處理這個問題 最後 a等於3 b等於1 c等於6 這樣子 解這個題目 是不是速度就快很多 好 謝謝各位同學 這一題長考 謝謝各位同學 這一題我們就談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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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